作词 李宗盛 尊敬的诸位比丘大德 诸位尼师大姐 诸位莲友 以及观看直播的诸位善知识 大家早上好 请放掌 我们继续来学习 大经科著盖药 第一门 教起因缘 在经本的一百五十四面 第五小点 本经所宣 乃如来真实 纯意之法 无有全取 顾名正说 这部经 就是无量寿经 所宣说的 都是如来真实的 真实就是 完全称和自信 是 纯一 纯粹的一乘之法 教我们 当生做佛 没有啊 任何的 拳脚 违取之手 佛在 法华经 说道 唯有一成法 五二一五三 除佛方便说 那也就是 过去说的 二成法 声闻 圆觉 菩萨 这是三成 二成就是 大成小成 这些都是全属 全巧方便 而已 真实说呢 那只是说 一成法 那二成三成啊 都是取位啊 根性不足的众生而说 他们呢 还不能接受啊 一成大法 所以如来只能够啊 婉转 违取的 方便跟他们来说 诱导他们呢 入一成 就像活宅里头的孩子 不知道自己危险啊 长者在屋外啊 就诱导他们啊 说你们出来吧 这里有洋车 有路车 有马车 很好玩的 那么孩子听了 很高兴啊 就出来了 出来发现呢 也没洋车 也没路车 也没马车 是纯一大白牛车 大白牛就是 这个大白马了 那么这是最殊胜的车 比他们想象当中的车 还要好 但是一开始就跟他们讲 外面有大白牛车 他们可能就不感兴趣 只能跟他们讲 他们能够接受的 这就是全曲的说法 而这部经 《无量寿经》啊 是教我们啊 当生成佛 不是全曲之书 而是如来正受 第六 世孙称其本性 和盘托出 毫无保留 顾名称性 一切寒灵 皆因此而度 乃乃乘性中 登峰造极之谈 故为称性极谈 释迦世尊 所说的一切法 那都是称性而谈的 都是从自性中 自然流露的 然而呢 有时候啊 只能流出一点点 因为流出太多了 大家就接受不了了 像法华会上 法华经也是在灵鹫山说的 跟无量寿经所说的地点是同一个 那么这个灵鹫山上这一会当中啊 也来了两万人 跟无量寿经啊 参会的人数也相同 但是呢 这两万人听法华经啊 中间就有五千人退席了 听不下去了 因为这个无上醍醐啊 他们吃不消 一下子给他们河盘拖出啊 他们就没办法接受 那没办法接受 如来啊 只能够叹一口气说呀 这个去亦加亦呀 他们去了也好了 不能勉强 那无量寿经啊 称为法华密碎 也是啊 如来 称性之谈 那也是 河盘拖出 全部给你了 跟法华经啊 没有两样 也是 无量寿经 法会上两万人参会啊 一个都没有退席 从头到尾啊 大家听了 非常欢喜 而且我们看到 经最后讲到 所有的参会的人呢 都有开悟 有正果 有正出果的 有正四果阿罗汉的 有正啊 行不退的 有正念不退的 当然全部都能够 往生极乐世界 这就是啊 都正不退位了 那无量寿经 跟法华经一样啊 是佛的称性之谈 河盘拖出 毫无保留 那为什么 无量寿经的人 个个听了这么欢喜 法华经 还有五千人退席呢 这正说明啊 这部无量寿经 是三根普皮 利盾全手 无论你是 哪一个根性的人 这个无量寿经 都啊 契合你的根性 所以你绝对是欢喜 不会退席的 我自己的经验也是 凡是讲无量寿经 没见过有人退席的 为什么呢 就是三根普皮 那除了这个法门 是三根普皮之外 听经的人啊 现前就得到 阿弥陀佛 释迦世尊 以及十方诸佛如来的 加持 有笔如来 加为利固啊 能得如是 广大法门 这个法门 是法华的密随 但是 大家都能听得欢喜 这是阿弥陀佛 欢喜光的加持 让大家听了 这个就得到不同程度的利益 那就根据你自己的根性了 你根性好 根性利益 得到利益就大 根性差一些 得到利益就少一些 反正都得利益 如同天上下甘露雨了 大树小草都得利益 只不过大树根深 吸收的水分就多 小草的根浅 吸收的水分就浅 但是肯定得利益 而且根性也不是定的 会一步一步往上提升的 你这个第四回听无量寿经 跟第五回听无量寿经 得到利益绝对不同 因为我们那个根可以长的 善根增长了 你吸收的水分 吸收的甘露就多了 所以我们听经要弃而不舍地听 善根就能不断地增长 所得的利益 就能够加速度地增大 把自己最后熏成一个圆顿的根性 真的可以一文千物 到灵命中时 如果你是圆顿根性的人的话 那阿弥陀佛一现前 一放光铸照 你的烦恼就浮断 这个烦恼 如果对圆顿根性的人来讲 它是圆断三祸 不是次第断 三祸就是剑丝祸 沉沙祸 无名祸 断剑丝祸 就证阿罗汉 断沉沙祸 就成了大型的菩萨 属于别教 识回相位 原教的识信位 这是行不退的菩萨 如果断无名祸 那就灭别出地 缘出住 发生大事 那无名呢 有四十一瓶祸 也可以缘断 这一缘断呢 那你往生极的世界 入长寂光土 就成佛了 真的是顿正菩提 虽然现在是凡福 我们烦恼都没断 但是你修成原种 原顿的这种种子 只是现在我们定功不够 定不在 定不住 这种一心三观的这种 观会上 但是我们临终见佛的时候 佛光一铸造 这定功就是成就 这一成就 就把 剑丝沉沙 无名三种祸 一念就断掉 这一念断掉了 那你就植入 长寂光 至少也是石宝庄严图 分正常寂光 所以学经教 开圆解 这个利益就太殊胜 当然如果你能够在 还未往生前 开了圆解了 我们讲 就是开悟 开悟了之后 你能够在 念佛三昧上用功 把自己的定力修成 那你这个定 就是定在一心三观之上 这是最无上 最殊胜的观法 那你如果能够定功浮返 那就现实成就观行为佛 可作三界众生的医治 假如你这定功 能够断了剑丝 那你就成为原教 七信位的菩萨 那真正是圣人了 假如你能够定功 辅助 辅沙 那就是八信 九信 断辅沙 就是实信 如果再能够断一品无名 就入原初住为菩萨 那原教初住菩萨 就能够在一百个世界 实现成佛 这个利益就不可思议的 所以先开元解 再修成念佛三昧 那真的就原成佛道 那这部经是一切寒灵 一切众生 寒灵就是有情众生 他有神事 那有神事就会有烦恼 那么这一切的有情众生 都要因无量受尽 这个净土法门而得度 三根寒灵 一切众生 就是上至等觉菩萨 下至阿比地狱的众生 都能够因念佛法门得度 得度得什么度呢 成佛 真的是平等 我们看到古时候 这些感应事迹 有人到地狱里面就看到 那些地狱里的众生 正在被一只油锅炸的时候 忽然有人在念佛 这是下地狱看到的人 他就念佛 这一念佛 那个油锅里头的众生 就立刻苦就没有了 那个油锅就变成清凉的廉耻 就升天了 假如说这时候 这个众生也能信愿持明 他直接就从地狱的油锅 往生到极乐世界去 所以是平等得度的法门 就怕你不相信 就怕你不发愿往生 不肯念佛 那真的叫没救了 纵然你造了 无逆十恶的重罪 你别忘了念佛 别忘了求生极乐世界 那你决定有救 所以这是 称性中登峰造极之谈 无与伦比呀 无以复价呀 到了极点的 如来所说的这个法 这是最极修胜登峰造极的法 如果你还舍去这个法 还求别的法 这个佛看到了也叹气 真的是业障深重 所以这个法门 叫称性极叹 这些都是古代所说的 我们要相信 千万不要用自己 凡夫的情见 来选择法门 这你会选择错的 纵然那个法门也是 佛所说的正法 但是 你可能都会绕远路了 哪里能像这个法 可以登峰造极 可以顿正菩提 这个法才是真正 畅佛本怀 是称性极谈 我们能相信 能够受持 这就是如来 地引地词 这都是 无量寿经经文讲的 释迦摩尼佛给你肯定 你能够信愿念佛 求生净土 就是如来 第一地词 那你要是不修这个法门 就不是如来 第一地词 并不是我们净土 学人 自己在那里 称赞自己的法门 这是如来 精口清悬 那我们就要随顺佛教 好 下面 三根普极 胜凡其手 众生的根器 是千差万别 所以世尊就说出八万四千种法门 就是为了应病与药 你得了什么病 医生就给你开什么药 那么众生的病不同 药当然就不同 譬如说 贪欲重的众生 佛就叫他修不尽观 称慧心强的众生 佛就叫他修慈悲观 愚痴重的众生 佛就叫他修因缘观 愚痴是什么呢 我们讲痴情 这种众生 不知道因缘所生发 都是空的 现在很多人都很痴情的 因缘的聚散 他就在这里头生喜 生悲 这个像《红楼梦》里头的林黛玉 这个没事都会掉眼泪 看到月亮圆了 又掉眼泪 月亮缺了 也掉眼泪 看到花开了 也掉眼泪 花落了 也掉眼泪 这是痴情啊 不懂的都是因缘所生发 何必在那儿生起这些痴情 要修因缘观 多障众生 佛就叫他修念佛观 哪个人觉得自己业障重 那你就多念佛 多想佛 靠佛力来加持你消业障 所以你要问哪个法门消业障最好 那就是念佛法门 这个法门没有灭不了的业障 至成念一声阿弥陀佛 能消八十亿劫生死重罪 那么如果众生多散乱的话 妄想多 念头止不住 那佛就叫他修属习观 所以一般的禅修啊 通常都用属习观来做前方便 那我们念佛法门呢 也有属习观 就是唐朝非习大师所说的 保王随习也念佛法 就是随着自己的呼吸念佛 这是帮助调心 那印祖呢 把这个法改良了一下 印光大师 怎么改良呢 他教我们不必属习了 属佛就好了 这属习观就是天台的小指观里面讲的 从一属到十就行了 不要属到十一十二 然后再从一属到十 周而复始 那印祖教我们属佛 也是从一属到十 周而复始 那属的方法可以不同 最简便的就是三三四的属法 这个大家应该都晓得了 这就是从天台 属习观跟念佛观 这个合在一起的 这样一种方法 这就是禅修啊 最好的禅修 又能够消业障 又能够调自己的乱性 而你能够把业障消了 自然贪欲称惠愚痴也没了 所以这种禅修啊 就念佛法的禅修 是最佳的禅修法 更何况这是靠二力成就 不仅靠自力 还靠佛力 那佛力不可思议啊 所以虽然一切法门 都是佛所说的 是应病与药 广应群积 然而念佛法门呢 是能够普摄群积 所有根基的众生 所有病啊 念佛法门都能解决 这个叫做阿切陀药 万病总治 阿切陀药就是不死药 什么病都能治好 不管你患了什么病 只要念阿弥陀佛 你的病都能治好的 所以这个药啊 吃了是最保险 又是最快速 最稳当 那你舍了这个药不吃 你去找别的药方 还不知道对不对症呢 八万四千种药方 那你知道你害了什么病吗 你要是药方找错了 那不仅治不了你的病 可能病上又加病了 吃错了药就会有病啊 所以自己不能责罚 那就随顺如来之教 我们就老实啊 修念佛法门 想连持大使 告诫我们的 要老实念佛 莫换题目 不换题目才能老实 你老换题目 就是不老实 不老实 你不论你修什么法门 都不可能成就 所以一定要老实 那这个法门 三根土皮 这个 彻上 则如普贤文书 上发愿求生极乐 彻下则五逆十恶 灵终得欲善有 交以念佛 十念成功 一生毕过 普贤文书 这些都是啊 等觉菩萨 上上根人啊 他们都要发愿求生极乐 那 净土法门 也设受这些上上根人 有的人认为 净土法门是老太婆教 他这个是什么呢 从现象啊 来看 看到很多老太婆都修的 就认为这是老太婆教 就以为净土法门是很浅的 是钻接引初级班的人 他不晓得啊 这个文书 普普贤都修这个法门啊 在以前呢 照相机啊 刚生产的时候 发明了一种啊 傻瓜照相机 有没有 傻瓜照相机 什么意思啊 就是傻瓜都能用的照相机 而且呢 用傻瓜照相机啊 拍出来的相片呢 张张都是好看 所以这个傻瓜照相机不傻啊 因为傻瓜都能用的 你说他一定是很聪明的照相机 那反而那些专业的照相机 那傻瓜就不懂得用了 一般人也不懂得用 只能是专业摄影人士 他们才会用 怎么调焦距 怎么调光圈 调色温 这个其他人不懂啊 你给他拍 拍的肯定不好看 那其他的法门 像华言 是专记上上个人 那经上讲啊 智慧第一的舍利佛 神通第一的目见莲 在华言会上啊 都是如莽如龙啊 听不懂啊 那咱们这些老太婆们去听华言 更是如盲如龙啊 你说华言确实是狗 是精重之王啊 但是他是专业摄影机 只能给专业人士 法身大事 他能修 舍利佛 目见莲 都不够自可 那这个 净土法门呢 就属于傻瓜照相机 老太婆也能修 专业摄影师呢 他也能够用这个傻瓜照相机 也能造得好啊 所以啊 这个傻瓜照相机 那才是聪明绝顶的人 才能发明出来的 所以净土法门呢 是阿弥陀佛 这是光中极尊 佛中之王 所建立的法门 一切诸佛都赞叹 为什么呢 不仅能够接引上上根人 也能接引下下根人 真的没有接不了的众生 圣凡都齐受 利顿戏背 像上根的普贤菩萨 在华言经 普贤行愿评里发愿 愿我灵欲命终时 尽出一切诸障碍 面见彼佛 阿弥陀 即得往生 安乐唱 普贤菩萨 是华言经主 他是一切菩萨之首 勇为密教的出主 密教称他是金刚萨多 他是求生极乐世界的 这代表 无论显宗密宗 都要倒归净土 那文书菩萨呢 他发的愿跟普贤菩萨 完全一样 普贤这个发愿记 是七言的 七个字一句 文书菩萨这个发愿记 是五言的 五字一句 愿我命终时 灭出诸障碍 面见阿弥陀 往生安乐唱 完全一模一样 只是每句少两个字 意思是完全相同 你看文书菩萨 是欺负之师啊 是古佛再来啊 那他是代表禅宗啊 他是 这个 代表呢 禅净博 普贤菩萨代表 密净博 这两位 等觉菩萨 都是求生极乐世界啊 那就代表 所有一切法门 都是要导规极乐世界 才能圆满 那至于 这个 弥勒菩萨 这是我们这个世界的 当来下生的 当来下生的补助菩萨 在本经也给我们显示啊 弥勒菩萨也是发愿 要求生 亲自将这部经啊 这个 如来所行啊 愿持明之难事 就是往生净土啊 得阿鲁多罗 重慧 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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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 教我们 众生 要求生极乐世界 弥勒菩萨 代表 大众说 我们 要受 佛 重重的 教诲 不敢 为 不敢 也就是 一心 求生极度 你看 这些 等觉 菩萨 各个 都求生极乐世界啊 那 下下根的人呢 乃至 忤逆十恶 曾经造了忤逆罪 十恶业造得很重的 灵中啊 只要能遇到善友 教他念阿弥陀佛 他能够十念成功 就能往生极乐世界 十念 时间 很短了 半分钟就念完了 唐朝啊 张上和 一生 宰牛为业 到灵命中时 见到很多牛头人来索命啊 大声的身影啊 很痛苦啊 有一位法师进来 叫他 赶紧念佛 求生净土 他念得不到十句 就见到牛头人走了 阿弥陀佛来了 这就往生 你看 十念必胜 真有佐证啊 啊 决定不假的 好 再下面 第二小点 本经云啊 只是经者 随意所愿 皆可得度 这个法门 是万病总治的阿弥陀佛药 你除非遇不到 只要遇到这部经 遇到这个法门 你啊 皆可得度 啊 你就蒙佛 射受啊 啊 还有观世音 大势之菩萨 都射受你 纵然你自己啊 都不知道是什么因缘 啊 为什么能够遇到这部经 遇到这个法门 啊 遇到这样的道场 就来了 这都是被佛设受 啊 你虽然不明白 也设受 啊 像大势之菩萨 啊 在观经里讲的 啊 在 啊 极乐世界 啊 专门摄取 十方众生 啊 十方念佛众生 啊 往生净土 啊 这个摄取的摄字啊 啊 就 讲到 这个 这个 比 接 啊 或者是 比 欢迎的迎 那 更进一步 啊 这个 接和迎啊 啊 那是你自己想去 啊 那 大势之菩萨 就来接你 迎你 啊 那这个摄呢 你自己 现在这个心念呢 无论想不想 啊 他都把你射过来 啊 为什么呢 因为你善更成熟了 你自己都不知道 所以你现在也 这一念虽然是 懵懵懂懂的 啊 不知道啊 要干什么 但是啊 你就啊 啊 糊里糊涂的 就进来了 啊 就接触这部经了 啊 啊 然后就很欢喜 他就愿意念佛 啊 这就是蒙佛设手 啊 这个法门 是靠他力成就啊 啊 所以不可思议 下面第三 莫法众生 福补葬生 为此一门 为此一门 但信念 持明 便能 功超累劫 往生 净土 竟等 不退 若 无如是 微妙 法门 凡夫 何能 度此 生死 夜海 而登 彼岸 啊 这本无量守经 广映群姬 而对于一切根基的众生啊 这个恩德啊 是尤为啊 偏后于啊 我们这些啊 凡夫之辈 啊 因为什么呢 我们这些 莫法 着恶的众生 福 宝 丈 众 啊 这个 夜众 福轻啊 葬生 慧 浅 如果不是依这样的一个方便法门呢 我们就没有因缘得度 所以阿弥陀佛对我们这些苦恼众生啊 就特别慈悲 啊 就好像啊 啊 我们见到 落水的人 啊 沉溺在水里的 有的人会游泳 有的人不会游泳 那你要先救哪个呢 啊 当然先救那个不会游泳的吧 那个会游泳的 他自己就游上岸了 啊 不会游泳呢 啊 除了别人救他 他自己是没办法的 啊 我们现在呢 就是那些不会游泳的落水儿童 啊 那阿弥陀佛的慈悲啊 对我们就特别深厚 啊 用这个净土法门来接引我们 啊 那么 当然 纵然你会游泳啊 那有人接 那你总是省很多力啊 啊 你上岸也快啊 所以文殊菩萨他们明白啊 虽然他们会游泳 能渡彼岸呢 但是他也要靠阿弥陀佛接 啊 这就快很多吗 啊 有人接你 为什么你偏自己去游呢 啊 这不就是笨吗 啊 那文殊菩萨可聪明了 啊 有阿弥陀佛接 那他们就非常乐意的啊 就 登上极乐世界的 啊 彼岸 啊 那那些又不会游泳 又不肯去啊 被阿弥陀佛接的 那真的是愚痴到极点了 真的叫不可救药 啊 以前李炳的老居士探口气说 不求往生的人呢 飞鱼济狂 啊 就不是神经病的啊 那就是啊 啊 痴呆症 啊 这飞鱼济狂啊 真的是无可救药 那么 所以 唯有这一个净土法门 凭着信愿持明啊 就能够 功超累劫 啊 菩萨要修成佛道 要累劫而修啊 啊 无量劫修行啊 啊 三大 阿僧琪节 这是一般的说法 菩萨修成佛 这个阿僧琪就是无央树 就没办法记这么多的树 啊 一个无央树还不够 还得三大 啊 无央树节 你才能修成 佛果 那这是啊 那这事啊 那这事啊 靠自立 是难行道 是远路啊 那 那修 欣愿持明 我心愿持明往生极乐呢 啊 啊 这个 这个极乐世界 一日一夜 等于我们娑婆世界 一个大节 那观无量寿经讲 下下平往生的人 要开花 见佛啊 需要十二大节 开花 见佛就等于成佛了 啊 见本性佛 啊 那十二大节 是我们娑婆世界的结束 因为在这个极乐世界啊 没有日月结束 啊 因为心都是平等的 清静的 啊 没有这些时间的啊 流失 不像我们这里有 插挪插挪的生灭 啊 时间流失 啊 才有这样的 时空 啊 那么在娑婆世界 十二大节 只相当于啊 感受上啊 相当于极乐世界 一日一夜 就是很短啊 这一天很快过完了 就是这么一个感觉 实际上呢 极乐世界也没有日夜之分 啊 那你看我们打佛期 今天的第三天了 哈哈 是不是很快过啊 啊 那你呀 在极乐世界 一天的那个感受 啊 是很快的 就等于在娑婆世界 修了十二大节 啊 花开见佛了 啊 就十二大节 等于十二天了 啊 不到两个佛期 啊 就花开见佛了 啊 就成佛了 是下下品往生的人 啊 那大家好好直接念佛 我敢保证大家往生 绝对不是下下品 至少是中品 啊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已经啊 至少受了两日的 打款再见了 啊 观经里面说得很清楚 啊 如果在我们这个世界 受持八观灾界 乃至一日一夜 啊 念佛往生极乐世界 是至少中品终生 啊 你看你们就知道了吧 将来往生中品以上 那在 《无量寿经》 《汉义本》跟《无义本》当中讲到 啊 上辈往生的人呢 在这一生当中 啊 啊 肯定能够梦见阿弥陀佛 啊 或者亲眼见到阿弥陀佛 啊 上辈的人呢 那都是啊 像经中所讲的 舍甲弃欲 行作沙门 啊 大修功德 那这个舍甲弃欲 不一定是专指啊 我们剃头啊 穿袈裟的这种人 啊 你心里 你心里真正舍家弃欲 啊 不执着自己的小家 啊 而发心 能够护持三宝 啊 啊 那这些当然都是上辈往生 那中辈往生的人呢 你呢 啊 有很很好的住行 啊 你持戒 像持八观在戒 啊 奉持在戒 起立塔像 犯似沙门 玄增燃灯 散化烧香 以此回向 啊 这都是住行 非常好 啊 修善 啊 互持三宝 啊 互法 互生 啊 这个 能够啊 啊 这个 自己 随即修行 诸善功德 那么 你一向转念 啊 发菩提心 一向转念 你就能够啊 啊 也在梦中 见佛 啊 这是你自己知道 梦中见佛 至少是中辈往生 啊 当然也有可能上辈 啊 这上辈 中辈都能够 这一生当中 梦见佛的 那下辈的人呢 就这一生当中 不会梦到佛 啊 啊 假如你现在还没梦到佛 那你就努力 啊 但是不代表你不能往生 啊 这下辈的人是啊 一直到灵命中的时候 最后梦见佛 或者见到佛 啊 灵命中前都没有 啊 这是下辈 啊 反正 无论上辈 中辈 下辈 都是心愿痴迷 都是发菩提心 一向专利 啊 但是下辈的人 因为他不能够修诸功德 但是他有一个智诚的心 啊 就以智心愿上比过 就这么一点阴 他就能往生 啊 如果有加上很多柱形的质量 装备 啊 假如能够成就 啊 戒定会的功德 啊 这戒定会功德 我们讲啊 会上一定是圆解 啊 定让呢 那至少是有这个三昧的功夫 啊 至少是啊 功夫成片以上 啊 才能丧悲 啊 功夫成片 就福建思烦恼了 啊 那福建思烦恼啊 就跟断脸一样的 他这就不会起烦恼的 啊 绝对没有贪嗔痴 假如你还有贪嗔痴 这说明你肯定没有功夫成片 啊 这是很容易检验出来的 啊 那你就是肯定不可能往生上背 啊 那看你能不能往生中背了 啊 那如果中背 你没梦到佛 就肯定没有中背 啊 那就下背 下背 那这是兜底的 那叫奴隶 啊 所以净土法门 啊 虽然是圆顿法 但是他也有次第 啊 这是净土的菩提道次第啊 啊 有的人只知道密宗有菩提道次第 啊 不知道净土也有菩提道次第啊 啊 啊 这个 四土三倍九品 不就是菩提道的次第吗 啊 那我们晚上 讲这个 偶义大师的念佛法药 正好也是假 啊 信愿持明 随我们功夫的浅身 就能有四土三倍九品之别 啊 那就是讲的净土道的菩提道次第 啊 啊 所以如果没有这样的微妙法门啊 凡夫怎么可能杜脱生死业海啊 啊 而登涅槃的彼岸 所以啊 啊 弥陀啊 慈父 还有释迦 释尊 良土道师啊 就敏念了我们这些凡夫 啊 专门为我们 啊 这些业重凡夫啊 开出这个净土法门 啊 那这个法门是啊 啊 妙显苦乐二土啊 啊 尤其是半经 比阿弥陀经 讲的详细 啊 不仅详述极乐世界的医正庄严 这是讲乐土 也详细的讲述我们这个苏婆世界的五恶五痛五烧的情形 这是讲苦啊 啊 这个恶苦的世界跟极乐的世界相比较 让我们生起啊 啊 啊 这个 这个 艳里索普 心求极乐 之愿行 啊 来激扬啊 沉迷的众生啊 啊 佛不讲我们怎么苦 我们真的是啊 啊 还苦重作乐啊 啊 不知出离啊 这就是沉迷啊 啊 啊 浑浑噩噩啊 啊 宝石终日无所用心啊 啊 不堪了我们真的是可怜民者 啊 所以说出这个娑婆苦 就是激发我们要处理 啊 说出极乐世界 啊 让我们生起奋起鼓舞之心 求生极乐世界 啊 啊 此土 这个娑婆世界 是啊 大火炬 就如游如火宅啊 啊 你就像那个贪玩的小孩 在那个熊熊大火的房子里 还不知道危险 啊 笔土呢 极乐世界是清凉池啊 啊 那我们认识到 暴恋在前呢 刀山在后 前面就是七宝池的莲花 我们要求生 后面呢 就是刀山剑树 等着我们了 啊 只有啊 往前进 不能往后退啊 啊 所以 学了这部经 就自然能生起 殊胜的大愿 燕利索婆 求生极乐 那既然生起了信愿 再加上 直持名号 就必定得 独陀 这一生 大事已办了 啊 那生到极乐世界了 见到 阿弥陀佛 啊 听闻了 佛讲的佛法 那佛讲法一定是随着你的根性讲的 啊 那你现在啊 多熏修 圆顿之法 那将来 一见到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肯定跟你讲圆顿了 啊 那你就啊 顿悟 顿正 啊 所以见佛 就成佛了 啊 这是最快速的 啊 如果现在你没有好好熏 这圆顿种子啊 啊 当然 啊 只要能真信切愿 也可以往生 但是因为啊 根性不够 在极乐世界 你成佛 就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啊 但是 你是不退的 你只有进步 不会退步 啊 只是进的比较缓慢 啊 那我们现在有这个因缘 能熏修圆教 那要好好把握机缘呢 啊 对你现身的修持 和啊 到极乐世界之后 成佛的速度 都是啊 大有益处 啊 见佛文法 得无上 的妙物 啊 从有念而入无念 呢 因往生而弃无上 啊 我们念着阿弥陀佛去的 啊 这个佛号一直念就不停的了 啊 只要念到临终 阿弥陀佛一定就出现 就建议你往生 那你往生 还是念着阿弥陀佛去的 啊 到了极乐世界呢 还是念着阿弥陀佛 你就不退的 在这里啊 你说不怀疑 不间断 不夹杂 好难的 对不对 很难 啊 你这打佛七 你就晓得了 啊 我们就念一枝香 你想想你有没有间断 有没有夹杂 啊 恐怕 这个间断夹杂的时间 比不间断不夹杂时间还多了 啊 那到极乐世界 你绝对不可能间断夹杂 啊 因为所有的五臣 境界全都是令你增上 啊 都让你升起念佛之心 不会退转 啊 所以这句佛号 从现在一直念到成佛为止的 啊 那念着念着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你就入境界了 啊 啊 忽然悟到 原来能念的心呢 就是阿弥陀佛 啊 所念的佛 那也正是阿弥陀佛 啊 我能念的心是佛 法身啊 所念的佛 也是佛法身 那法身只有一没有二 心佛不二 啊 这时候啊 啊 这个 你就啊 这个所谓啊 大破虚空啊 笑满塞啊 啊 玲珑 宝藏自然开 啊 佛性的宝藏 豁然就开了 啊 就 从有念 入无念 这个无念 不是没有念 啊 不是说我就不念佛了 啊 你可不能够忘文生意啊 这个无念是什么呢 不用你的第六意识心去念了 啊 所以就好像是无念 我们现在念是要专注 把意识的心专注在这个佛号上是有念而念 啊 用第六意识嘛 就有念 念到最后第六意识脱落了就无念了 但无念了这佛号还是不停的 啊 这叫无念而念呢 这是转世成智 不用是了 是用你的智慧 啊 这个智是什么呢 第六意识转成妙观察智 啊 这观察这句佛号念念相许 啊 永不清晰 啊 佛号历历分明 清清楚楚 啊 啊 而没有说我在念佛 啊 也没有说我所念的这是佛号 这样的分别 啊 心佛是 一如不二 啊 虽然一如不二 又心佛婉然 啊 能念的心非常的分明 所念的佛非常清楚 啊 这个 就是 转世成智 啊 那么这叫无念而念 啊 有的人呢 这看到无念而念 望闻生意 啊 我不念就是念了 那你就全搞错了 啊 那就堕入邪见 将来得入金刚地狱去了 啊 所以 所以佛法无人说 虽之莫能解 可千万不能够 望闻生意 啊 这个 四十二章经里 劝我们 甚物信如意 如意不可信 你可不要自己认为 自己想的是对 啊 你自己想的 往往就是错 不可信 啊 所以从有念而入无念 就是转世成智 啊 那因往生而弃无神 啊 你往生到极乐世界 看到 原来一正庄严就是自信 啊 那自信啊 这是我们的真心 不生不灭 这就入无神 啊 安住在不生不灭的境界中 就是无神法人 啊 所以这个法门妙啊 它就妙在什么呢 啊 用夏连居的画家 脱笔医正 嫌我自信 啊 就 假托 阿弥陀佛所安利的 极乐世界的 一正庄严 来显现我自信 那个极乐世界 就是我的心 心土是不二 啊 净土就是违心 啊 不是在心外 还找个净土的 啊 那净土当体 就是你的自己的真心 啊 啊 所以你能生到净土 就是见到自己真心 啊 见到阿弥陀佛 就是见到自己的佛性 明心 明心见性啊 啊 就是通过啊 往生 见佛而得逞的 所以顿悟此心呢 本来平等 啊 心 佛 众生 三无差别 啊 众生 跟佛 同一个真心 啊 啊 同一个法身 平等 平等 啊 所以极乐世界 啊 是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 也是你自己 本来具足的极乐世界 啊 现在只是通过念佛往生 把这个极乐世界的宝藏给他打开 啊 啊 玲珑宝藏豁然开 啊 啊 那所以撒手归来 从简点啊 啊 不妨花开 赤白与清黄 啊 真正开悟的人 何妨说排斥净土 啊 那净土不就是违心吗 啊 啊 所以 这 开悟之人 啊 决定是求生净土的 啊 天如禅师说 假如你开悟 不往生极乐世界 敢保你老兄没开悟 啊 为什么呢 你还把自己啊 这个心跟净土分成两节了 啊 你肯定没开悟 开悟的 那就顿悟此心 本来平等 啊 娑婆 也是自心所限 极乐也是自心所限 好 下面 第四条 元晓诗云 四十八愿 先为凡夫 兼为三成圣人 可见净土之庙 守为凡夫的度也 元晓法师 是唐朝时期 啊 这个 海东 就是 我们现在黄寒以东 啊 那就是现在的韩国 啊 这是 当时的一位大德 啊 他是专修 装红 净土法文 啊 他也注解过 无量寿经 啊 有一个 无量寿经 要解 那么 元晓法师呢 啊 他曾经到中国 来参学 后来回去 红法的 他讲啊 四十八愿 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呢 是先为凡夫 啊 因为什么呢 凡夫最苦 最悲惨 最可怜 啊 如果阿弥陀佛不先救他们 他们真的就没救 所以阿弥陀佛得先救他们 啊 兼为三成圣人 啊 这个声闻 元晓 菩萨的三成 啊 至少他们的烦恼 已经啊 断了不少了 啊 声闻呢 就是阿罗汉呢 断了见思烦恼了 他就没有三界之苦了 啊 那元晓 不仅断见思 还能够服尘杀 啊 那如果 是 断了无名呢 那就 发生大事了 啊 所以菩萨就包括 啊 浮断尘杀的 啊 乃至于 浮断无名的 啊 浮跟断 有两个层次 啊 先浮住 啊 就是石头压草 啊 最后连根断掉 啊 那这些都属于菩萨 三成的圣人 啊 他们的苦啊 比较少了 不像我们凡夫 拒足烦恼啊 啊 所以拒足苦恼 那阿弥陀佛 得要先救我们啊 啊 所以阿弥陀佛的本愿 啊 就讲得 很清楚的 这个 啊 他是这样讲 父为大施主啊 普记诸穷苦 令比诸穷生 长夜无忧恼啊 阿弥陀佛 要做大施主 就是普遍 就记诸穷苦 最穷苦的是谁啊 就是咱们这些六道凡夫啊 那让我们这些群生啊 长夜当中 就是轮回当中 啊 想慢慢长夜 没有出头之日 现在啊 遇到净土法门了 可以没有忧恼了 所以阿弥陀佛是啊 先接我们这些凡夫 这个就是啊 对我们最大的恩德 啊 恩身四海啊 啊 无以为报 啊 那我们只有直下成当 啊 信愿念佛求生净土 啊 并且带动有缘人 一起 求生净土 才能够报佛恩与万亿啊 下来 第三点 他立妙法 善护行人 第一小点 漠视修行 多诸障难 阴魔干扰 行人正见烧尸 便现魔王 愣言云 不作圣心 明善境界 若作圣解 即受群邪 可见行人 稍有执着 便是正见 急入魔徒 求生反降 甚至堕入迷离 修其他的法门 全凭自己的能力 来断烦恼 那在末世 末法时代 要修行啊 自立的法门 靠自己 断烦恼的 多诸障难 这种魔障 就很多 那在愣言经里 特别讲到 修行人在禅观之中啊 的五十种阴魔 你要修禅修啊 那不能不看这个五十种阴魔障 这个阴就是五阴 色 寿 想 行事 这五阴 各有十种魔 这愣言经讲得非常详细 那么 这个阴魔往往是什么呢 戒不清净的时候 就容易出现 另外啊 这个正见烧失 稍微偏离的正见 乃至你的见地不远 啊 没有开元节 啊 像阿难尊者在愣言会上是开元节了 是大彻大悟 啊 虽然他断烦恼功夫只是出国 但是他已经是啊 啊 同佛之见 啊 这才是可以修 这个啊 三昧的 没有开元节 你修三昧 都难免有啊 魔障 啊 你这个色法上 啊 受法上 啊 受想行事 色法 比如说你 在沉定当中 见到化佛来了 一般人啊 都搞不清楚状况 哎呀 见佛一定是好事 一欢喜 完了 你就心就不清静 禅定就失去了 啊 所以很多用功的人到最后啊 变神经病了 跳楼了 跳牙了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们太用功 啊 太用功的不用功还好 啊 不用功没事 魔不来找他 他一用功 正见烧失 遇到境界 不懂得 识别 就被境界转了 啊 那就被魔障 啊 就陷入魔网啊 那想再出来可不容易 啊 所以 修这个自立法门啊 那可太难了 尤其是末法时代 那叫法若魔墙 啊 那么经上有说一个原则 叫不做圣心啊 明善境界 若做圣洁 即受群邪 啊 你无论见到什么境界 你不要做圣心 不要想到这是一个圣境界 啊 哎 我见到阿弥陀佛 就是念佛三妹了 啊 你这个心起来啊 准有魔障 啊 那这个魔障呢 就会搞到你很不安 啊 你会吃很多苦头 啊 如果你是修禅的 不是想求生净土的 那跟阿弥陀佛的愿不相应 那阿弥陀佛啊 愿力就没办法射受你 这时候你得靠自己了 那靠自己的时候啊 可不容易了 那魔障起来 你自己啊 定会不足的话 那就啊 啊 既受群邪 那你就啊 被这些魔啊 给脑海了 啊 甚至啊 这个断发生会命 啊 入阿弥陀佛都有可能 啊 这个做圣洁 往往的表现就是起狂心 啊 觉得自己能够踏着毗炉顶上行了 啊 不得了了 啊 这个 什么戒律啊 那都是为小城说的 我们这是一成大法 啊 人们不需要戒律 这就是做圣洁的心 啊 狂心 啊 不过如果你要求生净土呢 那就被阿弥陀佛射受 你不会入魔土 啊 如果不修净土 靠自立呢 那烧尸正见即入魔土 求生反降 你越用功 你反而降得越低 你越堕落 甚至最后堕入泥离 就是地狱 啊 所以 修难行倒是很危险 啊 那如果你求生净土呢 刚才讲了 你见到阿弥陀佛了 那无量寿经讲得很清楚 见阿弥陀佛必定往生 这就是给你做印证 这是相应的 你就不用害怕 啊 但是呢 你也不要对人家说 啊 你对人说还是会有魔障 会搞到你身心苦恼 不过呢 身心再苦恼 有一个底线 就是你必定能往生 这是阿弥陀佛给你啊 啊 保证 啊 那其他法门就没有了 啊 因为你不想求往生 那就没有什么底线了 底线就是地狱 啊 你就一直跺到底了 啊 那我们净土法门呢 底线就是 你见到佛就能往生 啊 那像慧远大师 见到佛三次都不说 没有魔障 啊 但如果你说呢 不妨碍你往生 但是你会有魔障 啊 你自己就吃不消 啊 但是呢 你不用担心 害怕 最后一定往生 啊 所以这个净土法门 是等于给我们的定性版 啊 啊 五十种魔障 对我们呢 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危险 啊 顶多吃点小苦头 啊 但是 啊 最后 归宿 是极了世界 好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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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